鹹店高湯搭配溫體牛肉 再來一碗肉燥飯 台南在地小吃牛肉湯 不少遊客來府城旅遊 指名必吃 但這間名店 十七號貼出紅色公告 兩個大字頂讓 這間中西區康樂街牛肉湯 經營約三十年 以法式高湯聞名 今年才剛獲得必比登推介 才短短兩個多月就說不做了 東電地府中科學 我們特別要吃東西比較方便 老闆六十四歲 每天從早忙到晚 跟太太分兩班經營 將近三十年下來 身兮巨皮 再加上登上必比登 客人突然暴增 忙到沒有生活品質 舍不得經營三十年招牌 關門歇業不如頂讓 訊息也立刻在網路上炸鍋 網友留言 下一代不接麻 很多老店都這樣 也可以讓自己休息了 但也有人歪樓 說老闆是被牛肉湯耽誤的書法家嗎 我們早下沒年也回來了 阿姓姑 怕我先回來了 但老闆真的累壞了 依舊決定一年後退休 過渡期好好栽培媳婦和大女兒 延續在地名店金字招牌 記者來觀賞王書宏台南報導